这里是罗马 这里有瘦斗场 这里是维以复兴的中心 这里也有特殊的一位 穆米尼奥 一年前的今天 罗马官方宣布 穆米尼奥成为球队的主帅 无数球迷位置疯狂 因为他们知道 这是冠军的降临 一年后的今天 欧协杯半决赛第二回合 罗马主场1比0赛胜 来自英超赛场的狐狸城 两回合总比分 2比1战胜对手 禁忌决赛 红狼也成为了一甲 本赛季唯一还在参加欧战的球队 可以说穆米尼奥的罗马 已经成为一甲 在欧洲赛场上的门蜜 而这一切都得益于穆米尼奥 这次罗马队 30年来第一次打进欧战决赛 就算当年拥有超级球形狼王拖地的时候 也未争取的 而穆米尼奥的到来 为球队注入了胜利的血液 带来了冠军的基因 充满斗子 防守坚固 战术打发明确 这次罗马已经深深落伤了穆米尼奥的印记 59岁的穆米尼奥又一次站在了决赛的舞台 诗人让他重新证明自己 而他只要站在场边 似乎就已经证明了一切 从这次到狐狸 老父亲他上年后 边微双又可放 老穆米尼奥 孝心了 同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